就我所知在國外的公費他們如果要進行對政府的抗議行動和平的話 就是不採取武力或者流血的手段的話 他們通常會中斷交通運輸 比方說佔據主要的交通道路 然後我們進行公費的抗分 像是計程車 像是大卡車 他們會對於他們的薪資大遇或者他們遇到的一些社會問題 他們會集合整個工會的力量 他就直接去中斷了一些交通 或者是讓他流氧整個甚至減半到沒有的狀況 他們可以這樣做而且他們是和平的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採取這樣的方法 畢竟他不流血 因為我個人也很清楚說要我流血不可能 我也會喊大家充然後我就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採取像他們那樣的方式 社會製造的人還太早 我們現在只有靠我自己而已 就是 我知道就是 年輕的這一代他們擁有網路這個神器 可是我更相信說我們網路可能被控制 像在中共 我有玩大陸的遊戲天氣遊戲 他們有太多的關鍵素 整個都沒有辦法去查詢或者使用 那我們一樣做得到 我們政府甚至科技也不會輸給他們 所以是不是 所以他們現在打算 因為像我對阿公就是越來越多人知道 但是其實還是 還是 還是真的還是少數 因為 你包括 我們一般去餐廳嘛 我就講一個很簡單 我們一般去餐廳 不是TPPS就是三立 或者是民視 就是很明顯 這一家是看什麼的 這一家是看什麼的 但是沒有一家看公司 這也是我們一個 明明公共電視是可能已經算國內最動力 而且還滿多元的 而且他會把它播的新聞都放在網路上 你就算那個時段沒有看到 因為像我現在在臉書幾乎可以轉傳的都是公視新聞 或者是一電視 一電視現在還有做可以分享的那個機制這樣 但是其他的電視 你說民視新聞網路上找得到網站 然後他每一段新聞都留下來讓你轉傳 沒有 真的是 就是你很難有那個機會 可能那個新聞時段 新聞時效已過 你這一個話題你只有留下那個印象 你可能只有留下說 阿扁就是湯汝這個印象 但是你不知道空間到底經過了多少的爭鬥 或者是那個過程多麼的 違反程序爭議 你不清楚 甚至我到現在還是不清楚 因為沒有人好好解釋過 也沒有把那個過程留下來 你不知道 那我們今天講反媒體壟斷 那我們今天也還在跟那個 我們那個 關玉解釋說 反媒體壟斷是什麼意思 對啊就是 不是不關心 但是 已經 我們已經有一點媒體壟斷的情況 你除了一電視在發這個聲音 公司沒有人在看 但是他發這個聲音 除了網路各個獨立媒體在發這個聲音 你問我爸我媽他們不會 他們不太會用網路的 他們只看電視的 他們可能50台轉到56台 沒有這個消息 他就覺得喔世界何度 對啊 那你說今天沒有那個消息 沒有上不出來 你說一群人去 控制交通工具 那當然我們今天主軸 不是在交通工具嘛 所以他們也不會去金站那邊 甚至我們也知道說 歐洲最近好像 應該是弱農業的東西嘛 他們拿牛奶噴那個 警察 對啊 那這個消息沒有出來 藏人自焚消息沒有出來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中國有什麼 艾威威 艾威威 艾威威的東西沒有出來 艾威威的床椅馬 就是中國最近引人來金馬獎 那種說來台灣最興奮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看到艾威威的床椅馬 這一個影片 可是他們回去寫微博 不能寫艾威威三個字喔 只能寫WW 艾威威 對啊 對啊 所以 這個事情是很知道我們關心啦 然後上下有這個 這個也算是獨立媒體 我們那時候去美農營隊的時候 他的那個 創辦人 有過來跟我們講一談 那個馮曉飛 然後 獨家舞工廟那個 那就是 十一月十七號的時候 三百會加農 北上農委會 抗議國話秀跟 地理政策介紹秀 就是兩棋變成一棋的事情了 就是我們上次也有講到 兩棋變成一棋 不高興 不高興工從巨表示 在這件事怎麼變大事 對啊 大量試出後 願意跟田的人不多 地位是 不然小 地主大電腦 還是 設置大根根根 一定有配到桌西根 其實他這個 也是 比較像是作秀 老文派 有那個 那個 邪帽粉飾 有這樣 講得好像在騙 講得等於沒有講 根本就沒有那種 對啊 那其實到最後 感覺 也是跟農委會配合作秀 跟這個 歐文學科人 有些關聯 我希望政府 要在邊來邊去 長期修根 對土地不好 適度修根 才能培養地理 毫米也是這樣來 但是 欸 他們只是希望一個 穩定的政策 為什麼要上來抗議 對啊 這是靠五理念 但是他 就是跟錯人 上來抗議 所以 歐長期 本來就這麼容易 對啊 啊 更多人 是因為這樣 是改他把他都不掉 有些人坦承 對政策不是很了解 只是因為農會 叫他來 他怕怕怕怕 搞不清楚狀況 農會跟中央 那 對不對 我聽說 有說過 就是 聽說要取消補助 一直氣著 然後這樣 欸 我擔心農寶被取消 農會 說法於政府不義 聽給我 說給我農寶的事情 那為什麼 今天 老農會 對政府的政策 一出來 就那麼反對 因為政府 政策 始終變來變去 這樣 那就 前面 我們今天是兩張嘛 政府有一本作文部 其實 從頭到尾 你 就是整個看完 你就是說 民進黨的農業綱領 國民黨的農業白皮書 其實是同一套 對 然後 國民黨在資源管理政政上 承認312頁 312頁 第四點 資源管理政策 國民黨承認 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林地及山坡地的不當開發利用 操透地下水 不當使用農藥 肥料及排放產業廢水 廢棄汙 水土資源污染 空氣品質降低 創養成破壞 影響生態環境 氣候變化 然後 非法捕獵野生動植物 體認到自然資源法律的重要性 國民黨承認這件事 但是2000年 民進黨呢 一級通用的格式 但是實際上有沒有什麼作為 我們到現在還是有疑問 他 量子自給率方面 313頁最後四行就有寫到 就是 2005年 已經是30.5啦 比20年前 少了26% 也比日本 2005年 量子自給率40 少了9.5% 對啊 那未來 我們如果不能靠 這邊是講GATT 我們現在是WTO 外國也在鬧飢荒的時候 WTO已經沒有實質效益 大家都在搶糧食的時候 台灣量子自給率那麼低 然後 農地政策又亂搞 農地 大開放 大清倉 那 四季末農地大清倉這一段 就是整個 農發條例啊 五次 五次協商 越協商 農委會主委 對 就是一直被 一直被 一直被 破 政策開放開放開放 一直往後退 到最後 下台一次負責 對啊 有什麼貴啊 對 農作貴 農委會 叫什麼 農作貴 對 紅作貴 對 對啊 所以到今天這個地步 農地 農地 農用的原則已經被取消掉 農地上可以蓋農舍 也是那時候推出來的 對啊 農發條例 那時候 冒得沸沸騰騰騰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年代我大概是 國中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非常沒有在看報紙 所以 因為現在新聞沒什麼了解 對啊 農發條例的狀況 其實這裡面都已經有寫了啦 真的是 立委們都是 大聲幾乎要 開放農地的買賣 那個後面都牽涉到 牽涉到有一些財團 財團在炒作地平 宜蘭就是這樣子炒起來 那時候 那時候 很多人都說 農民很辛苦 因為不要這樣說 我們怎麼都做到三間四間五間一包分 就是說 他們的 辛苦 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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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變差 甚至這段時間 做情 他做事的人 會求的水金 做工 更加工 更加工 所以在那個狀況之下 他說 大家如果要做工 要凡農民 還有公道 大家都也說 他 不是農民說 要想像這個 這個未來 或是這個工 現在也開始 做生人的工作 但是 他說 對農民比較好 是什麼 是農地 人家裡 他說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 那個 那個 兩死四十里 剩三個八 那是怎樣 因為 農地的生散 農地農業 你剛才說農地 農地農業 在哪裡 農地沒有農業的時候 究竟他 他 他 他的那個 氧死的生長 就是這樣 那是農地 浙荷街 時 他要對農民 好 他說 你這個農民 乾脆 你可以賣賣 收更政府給補助 然後你可以賣賣 賣賣 賣一條錢 沒有人去買一個公務員的老農家,沒有人在裡面做六庭 沒有人知道,其實他們真的是對老人好 所以老農派在有的,他們真的是對老人好 像現在這位秀庚,現在是一個偏差錯亂 秀庚是欠每個人的錢,18%等 人家秀庚是說,像剛才說 剛才有一個什麼文 翁王學 對,翁王學,他在說的是什麼 秀庚是這段秀庚,那一段給他那份就證書 所以他證書出來,你也很好 但是現在問題的照片就是 他說,現在這位秀庚,這個王爺,或是說那個王勤什麼 他們那樣是什麼 沒有人去就避免這樣 沒有人去,現在還說 國民黨這樣就在別人什麼 剛才在別人的時候就是要去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何其倒霉 都是這種不是 這種人民都是乾脆讓民進黨執政算 讓民進黨執政是因為民進黨 還有什麼東西是如何國家的生存 就是要給民進黨執政 這不是,這是因為國民黨什麼 現在要取消補助 要取消補助 當然這裏有那個 我們現在國民黨這裏 對當民交道工,那是完全變成 差不多沒有在管他們死亡 在這個青春之下 你說,我們這樣平時做黑鬼 黑鬼是多工廠 國民黨多工廟 每個都像這樣,大家出來就這樣 這個狀況是所有的政黨 所有的政客 都會把人民發發發信任在這裡 這種農民其實他是甚至 他對的土地沒那麼多 他對土地的政策 這個工作也沒有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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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義的 快樂是從事有價值的活動 他不覺得他在做的工作 什麼有價值的活動 所以整個 我是覺得國民黨最壞的地方 就是整個那個人 都活下去,有尊嚴 活下去,雖然很辛苦 但是我有他的價值 那樣東西都把他超分 把他毀壞 所以 大家變成這樣 哇哇哇 就 白酒、鐵金,等吃飯 吃飯之後做工具 吃飯也沒有什麼 做工具也沒有什麼 所以就變成很糟糕 對啊 因為那兩黨也都是有 兩黨裡面也都有自己的私 自己的私利在 你說兩黨的私利 包括民進黨 他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有很多美商 很多 但是他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快樂的酸品 他要算出來 裡面去算算 你如果要算出一個環境 你可能要二氧之一以上的酸品 這個二氧之一以上的酸品 這個二氧之一以上的酸品 這個酷 這個脂肉裡面 就有價值的 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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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價值的小損區 所以就說價值觀裡面 你不要算算算算 我如果用一種口號 拿到幾萬多的資質 這個口號 這個政見 可能是傷害台灣很大 因為他一直在選立委 那個時候 他一直在選這個 這個地方 那種那種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個很清楚的 他要什麼 他要得到這個東西 管理BIT 受到損害 管理幾個大陸 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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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遺症 他都不管了 他拿到 他不想說 我管理我的50% 他不想說 我拿10萬票 10萬票 還是8萬票 所以他們那些雙魚群 都可能變成小弟子 教演性的那些 變成那些格子 然後後面還從一個 當你選區兩票車去 變成真的是 有所謂的雙魚群 雙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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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種很多 走過的路 有雙魚群 所以我們目前 跟他一個教訓說 過什麼事 再來未來 我們也知道 可以把慢用心 我來分享一個 一個例外 是... 有人沒有管理國民黨 也有人沒有管理民進黨 什麼東西 叫做新黨 那新黨有一個例文 叫謝親黨 這個也有 喔 現在那個外人 那這個大陸 OK 他不是法官出生的嗎 前一陣子 那請我們回來 你才可以 謝謝大家 然後 在兩黨 為了蒙發條例的條款 兩邊鄭他們不休的時候 他講的這一個故事 在三百五十頁這裡 他說 三百五十頁第二段 新黨謝奇大力 我說了一個故事 他說 從前有位農民 所有財產只有一隻雞 這隻雞每天生一個蛋 把蛋賣給人家鎖的 便是他一千的收入 他絕對不會把這隻雞殺人 滿足的口減之後 所以他甚至把審 他甚至還要設法審下一個蛋下來 跑不出小雞 生養更多的雞 引摩更大的收入 他用這個預言故事 其實套上在農民跟土地的關係上 就是這樣子 本期不知道為何老農派的立委 會要逼政府開放農地買賣不可 殊不知此舉猶如前處故事中 逼農民殺掉那隻會生財的雞 賣掉後農民可能就一無所有 屆時後代孫 只有在這塊土地上做大地主的工人 他那時候用這本故事來比喻 對對對對對 他那時候算鬼谷 算是鬼谷親友 所以是新黨還是好 他對兩黨之間 所謂的新黨安息 這樣氣氛之下 產生了一新黨 縱使他有說出這樣子一個故事 來提醒 但是這些老人 這些所謂的老農立委 一直都給利益虛心 而且為了選票 所以到後來還是有通過 那謝里潘潘潘之後做了什麼一個ending 他有一句話 就在358頁這裡 他說因為已經通過了嘛 那個我們先看民進黨代委員 正要他說了這句話 他說主席各位同仁 認真來講 農發條例是台灣這國家的農業基本法 而農業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維護糧食的安全 資源的保育及景觀的維護 但是我們現在審查農業發展條例的修正案實 大家確實討論農地如何變更 如何利用而已 是在令人感到很悲哀 所以我認為農發條例發展的修律 已經不會農業凋零條例 所以這作者也很厲害 這兩人變多了一種立法院開會的紀錄 對啊 開會的紀錄都要定出來 所以呢 謝里潘潘潘也在這個時候他退職 他就不參與這個立法院的開會 他說 他最後的訊息就說 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是老農派立委 以及國民黨和民進黨立委的大勝利 也是台灣買票文化的大勝利 事實上這是台灣正正開始要為總統選舉 國民黨和民進黨為了政權爭奪戰而在此大放水 我相信台灣除了這些值得要賣地的農民 即在農會裡拔持一些農業土地 而要賣出的農民外 台灣有良心有知識 自己愛這塊土地的人還是大有人在 等於認為立書會還給我們的公道 立書會證明 他有證明嗎 好像到現在還是 農業政策還是在原地爬布 沒有 就是還給他們說 不是他們不是說空話 就是這個農發條例用下去之後一定會 對後代子孫都是不良的影響 那他挫折了就有說歷史好不好 至少在這一本書有證明這樣子 因為像到現在 農地現在有說什麼異於三次嗎 甚至異於好幾次 就是抵押給農會一筆嗎 然後挖沙石又是一筆 然後挖沙石之後那個豆 不是沙石啦 挖農地啦 挖農地去沙石 挖農地去沙石啦 挖土地那不是那些沒什麼 那也有 賣土是賣土啦 賣掉之後再給人家倒廢土 廢棋物啦 廢棋物又一筆 或者是挖那一種 挖那一種 就是挖個四方形 啊讓那個 因為這是算之前的啦 黑道的故鄉那一篇 就不是死了三個小朋友嗎 對 然後現在那個西州 他們之前切了筆準 他們那個也是相同的東西 就是他們可能在 現在 嗯 之前 他們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大渡蘭荷燕 國光死的話被擋下來 所以大渡蘭荷燕 就是也被取消了 但是他們那時候有一個構想 就好像說 欸 要把其他筆準的水 運去 運去那個中科四期 就是要搶其他筆準的水 就是西州上一次在反 反搶水那一次 那 那個搶其他筆準的水 中間還要挖一個尺 讓那個 因為佐水溪有黑土嘛 讓那個黑土沈浸下來 那個黑土又可以賣錢 可以給我投稿 欸 就是他們現在就是很多種手法 啊不斷的去 去 爭取 欸 討自己的錢啊 就 趕著拿去吃這樣 但是 剩下來的 小孩子 夏天去西邊游泳 因為裡面坑洞 造成了漩渦死人 因為踏進去 那個 挖出來坑洞 不知道 那個廢土 或者是那個什麼 投稿 就這樣淹進去 又死了 啊然後 廢棄物買進去 種出來都是革米 流下去地下水 那個什麼 相連的土地 氣候作物的根 喔 它都下一股 你如果看著 你如果看著它 這痛心就是下一股出來 對啊 相連土地 對啊 發展啦 那邊去撲棄啦 對啊 等一下就碰過這個事情 這就是 洋路門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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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走 唉 對啊 啊 我們現在就是 雖然說 就是洋路門一個出來嘛 就等於有一點點醒大家做的 但是 我們看 等一下嘛 看到蝙蝠俠最近那一集 你說其實 只有靠蝙蝠俠是不夠的啦 他最後一幕 那一幕也是 所有人民全部站出來 你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是蝙蝠俠 你只有一個蝙蝠俠 蝙蝠俠 每天奔波到最後還是會類似 只有一個洋路門不夠 我們需要更多洋路門 對 只有一個漁國姓 四處在那邊奔波不夠 我們需要更多漁國姓 對 對 對 就是這樣 所以 可以 那你可以分享 禮拜三不是有個科技新位 回來幫忙嗎 這件事嗎 看來他怎麼 不是嗎 星期三不是這個主題嗎 不是 在洪亞講 洪亞 是彰化 他是彰化人 他學資工的啦 然後他是因為去外國 就是 他一開始在去德國旅行 然後第一次拍照 然後就是他一路拍照下來 有他的那個心路歷程 如果他第一次去德國拍照 只是為了說證明說 我有看過這個世界 見過四面這樣 但是後來 他覺得不夠 然後第二次去 好像是去雲南那邊 他覺得他 那一次只是為了旅行而去 拍照就不是重點 但是他後來又想 旅行跟拍照的意義 應該要結合在一起 他又去了印度當志工 印尼啊印度我忘記了 反正去那邊 那時候拍照就成為說 心靈 身心靈的結合這樣 中間有肉嗎 那還有一個什麼 希臘是不是 對 希臘 希臘他就覺得他拍照拍太多了 拍照拍到他就是 一直換角度 一直換鏡頭 一直注意光線 但是他忘了他現在的這個環境 他的 就是他越拍去看過世界 開始想到 為什麼我跟同伴 就是那些他去做志工 都是外國的志工 他跟他們分享 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國家的經驗 自己國家特別在哪裡 但是他對台灣一點都不了解 剛好回來之後 雲林縣政府 因為他之前去印度有 回來有出一本書 就是圖文 攝影這樣 然後文還有中英文字 就是可能有口碑 雲林縣政府知道的話 請他來為他們 就是做一本也是一樣的圖文 應貌的 然後中英文這樣對照 然後拍了那一部雲林有大將 他說他從那時候開始 開始會關心說 在地的這個東西 他才第一次看到雲林的現況 他一開始是拍景物 他有一張圖就是 路邊有一隻食豬 在一個可能養豬場 門口旁邊有一隻食豬 因為他們好像豬死了 直接拖出來這樣 旁邊有一隻狗在腳 他說他第一次看到那個鏡頭 很震撼 就是他拍下來 他原本是拍那種 可能別人不會去注意的那些事物 但是他後來發現 他跟一個阿伯接觸之後 就第一次拍有點深處 第二次拍開始會聊天 第三次、第四次阿伯 把他當自己的 他才發現說 原來鏡頭應該放在雲林的人 人 就是土地 人離不開土地 然後土地 人才是最有特色的東西 然後開始去拍人 去拍雲林的各個產業 養蝦啦 然後養蝦種到 然後潛水狀 然後 烏克莉莉 那是做吉他 因為最近烏克莉莉比較好 手工烏克莉莉 水哪兒 還有什麼產業 養蝦 養蝦 養蟎 養蟎 就是 就是 講完他怎麼真的有經歷這樣 他這樣 他現在下一部目標是打算去共聊那邊拍跟何事有關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自己的計畫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青年回鄉算創業嘛 他算一個文字攝影工作所這樣 他應該也沒有很固定 你到了一間還是會來自己的互相做事嗎 對啊 我覺得到最後回歸還是在地啦 然後大家就是要開始覺醒 所以後來來看了他這份人情 在他之前可以跟白目的再插一句話 白公白目 我有一個朋友他最近要拿到國際的認證 他本身生產食品 然後他現在要向國外傾銷 因為國內他找不到市場 那他為了取得國際的認證 他把產品送去檢驗 但是每次驗都驗出重金屬 那為了這個他非常的活大 然後最後查出了 我這只是有史以說 那最後查出了他的污染源 其實是來自於台塘的糖 然後他很氣 他打電話去台塘的糖 台塘的糖 因為我們國內的糖 他主要是要傾銷大陸 我們國內的糖的水準 遠比大陸的糖要高很多 不但是香氣 他的色澤還有他的口感 都比大陸的好 但是問題是 他沒有想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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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重金屬會噴不過去 而且不是出自於他場內的問題 他原本以為是自己場內的問題 花了好幾百萬去處理場內的所有設施 結果處理完他發現問題出自於來自 台塘的進展的那個糖原料 他就打去問 結果台塘給他說 他們沒有辦法去改善這個問題 所以就可以想像說 廢徒回田以後 他的污染其實已經不只是革命 他現在 因為我這朋友這幾個月 已經非常的光夥 為了花的那些錢 他沒有辦法去處理糖的問題 那就沒有辦法請他處理 所以說我們國內現在被污染的 其實不是表面的革命 而是事實上有很多東西都已經被污染了 而且是重金屬 他是重金屬不過 他不是農藥產品 他是重金屬 他這是什麼食物啊 他是什麼產品 不方便說 他是做原料的 原料加工然後再賣出去 類似酵素的東西 很有健康食品的嗎 不是 他也是化工 但是他其中牽扯到糖 然後問題是原料只要跟糖有關係 然後他的糖就過不去 因為他使用的是我們台糖的糖 當然我們台糖的糖 確實比大陸的好 是真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比較 外觀的東西 外觀的東西 外觀的東西